最好的方法當然是要盡早將他們離開船 因為船本身就好像困獸在裏面一樣 大家都不知道那個傳染方法是怎樣 是不是真的純粹口水飛沫的傳播呢 這個是大家都不清楚 現在船的情況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船裏面的環境是不是立刻做隔離 因為船和船之間的船是有用中央冷氣系統的 是不是一個傳染的途徑呢 沒有人知道 會不會是那些食物當中已經受到污染呢 他們也不知道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比較危險些 希望他們盡快可以離開就最好了 香港政府能夠盡快可以周旋 令到他們可以離開這隻船 那我就已經覺得OK了 至於它需不需要包夾專機回來香港 那些真的不重要 因為包夾專機回來 只不過是若然他們有事 而不想影響其他乘客或其他人 這樣才需要包機 如果不是最重要是他們要盡快離開那隻船 然後在其他地方做檢疫 因為在船裏面一個密閉的環境當中 還有那麼多人在這段時間內還有感染 那情況是比較危險些 不過我父母我跟他們談過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 若然他們都已經隔離了十幾天了 那如果回來香港都還要隔離 其實他們就覺得不必要 但是若然有那個憂心的都可以隔離的 但是就不需要隔離營 那因為在家隔離都可以 那你在內地來香港的 都是自我在家隔離而已 再者他們現在已經驗他們自己的身體了 如果驗到他們是陰性反應的 那就更加沒有必要再隔離營 再隔離多了十幾天 其實能夠健康沒事回到香港 在香港吃飯都已經 我想跟香港人一樣 現在大家一家人吃飯都有擔心 所以在這段時間內 香港人就比較 不要說只有我家裡 我想每一個家人 跟家人吃餐安樂茶飯都不行的時候 這個是一種可悲 所以我要求很卑微的 作為香港人 一家人吃餐安樂就夠了 還是家人吃餐安樂 是一種可悲的 感谢观看